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台湾最曾经是最年轻 现在可以说是最有名的校女白琴 才30岁 但是她累积的是已经有十几年的专业 为什么会上了这一行呢 我们来看她的人生故事 大家好 我是军玲 就是她 刘军玲 30岁的她 18岁在阿嬷妈妈的教导下踏入这一行 算是家族事业第三代 曾经是台湾最年轻的校女 当然哭功也很惊人 拿起麦克风就能马上进入情绪 一秒钟落泪 把自己当家属啊 对 就是把他们当家人 采访完之后他们是先不说话 然后后面说他们就是真的很感动